七北市公告了一百一十年度 預期為辦理繼承登機不動產 那麼被繼承人總共是兩千四百四十人 土地一萬六千多筆 建物一千零二十二棟 總值高達兩百八十億 而單筆最高價就在二重說 到附近有一筆二點六億的土地 而地震局就說了 預期為繼承不動產 經過一定的流程之後 如果還是沒人來臨 最後直接衝攻 三重這處公園 不少民眾都會來運動 但其實放眼周遭 一旁三百多坪的土地 是價值二點六億元的遺產 居然沒有人領要送給政府了 除了三重之外 其實新北市有多達 一點六萬多筆的土地 是沒有人去辦理登記繼承的 而根據現在土地 現局來看 總價值超過兩百八十億元 繼承人真的得看過來 地震局說依據土地法規定 土地或建物從繼承開始起 超過一年沒有辦理繼承登記者 會公告繼承人 在三個月內申請登記 如果都沒有會讓地震機關 列測管理十五年 萬一再沒有來申請 會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公開標售 超過十年沒有申領 則歸屬國庫 移送國產署標售之後 他那個標售的價金的部分 是還是繼承人可以領取的 那就是十年內向國產署這邊領取 以新北市來說 為繼承土地偏區比較多 供寮區占一千九百筆 未繼承監務部分三重有一百三十八棟 地震局提醒繼承人不辦理 恐怕會充公 兩百八十一房地要記得來登記辦理 否則被充公 後續還得跟國財署要回 恐怕價值也沒這麼高了 記者綜合報導